I got it, got it 分兩層面 一個是技術面 專業面的東西 像那個Adobe啊 Photoshop啊 或者是Excel啊 PowerPoint 呈現方式 Pi Graph Bar Graph 那些都是技術的東西 這個東西確實你越早學 可能就是越熟對不對 一個重點還是在於說 當你呈現的時候 你的邏輯是什麼 那個東西 你呈現的邏輯是什麼 你有那個邏輯 你甚至不需要有那些Pi Check 當然有那些圖很好 可是當你跟老闆對話的時候 他覺得你的邏輯是對的 然後你看事情的角度是對的 你不一定需要有這些東西的輔助 就是說那些東西是額外的 可是當你跟老闆建議提案的時候 沒有這些圖 可是你很明確的把東西都數據化 老闆要看的是數字 怎麼樣用你的方法 把那個錢帶到公司裡面來 這個不一定需要靠PowerPoint 當然有是很好 沒有的話 還是看你的行為是怎麼操作的 所以 有很可惜的地方是 就是我以前Excel也不是學得特別好 可是現在因為時代時代是轉變太快 所有Google Excel的課程 原本是現下 上一次可能要一兩萬台幣 一季去學那些妹妹嘎嘎的東西 你現在上網幾個小時 他就教你 而且是免費的 所以你這層的顧慮就不會那麼大 因為你現在老闆也都說 你進公司在學 當然你不能把它就是當做你的學習完之後 你就走往你的地方 因為那個忠誠度就不夠 但是你進去你一定是工作之後 你才在工作中學習 你那個東西才會跟著你長遠 有一個目的性的學習 然後這個就是慢慢累積的 所以我現在的文書就比以前好很多 雖然Excel可能有一百 可能有一萬個功能 我才用了大概幾千 但是我覺得那沒有關係 因為你的主要目標是 你這件事情有沒有達成 你可以用各種方式達成 所以不要被工具綁住 還是要有你自己的那個想法 那我就先說 比如說我之前我在大學的心態 我那時候大學 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已經計算好我的GPA要多高 我才能畢業 然後我就索性了 就拿到剛好可以畢業的那個標準 所以我已經是很有計畫性的知道 我要怎麼樣畢業我就畢業 我就是要那個文憑 那這個心態就是 很 這個心態就是很迂腐的一個心態 我在這麼好的一個學院 有那麼多機會的時候 我只是在畢了業 畢了業這個文憑 別人就看過一次 然後可能就不看了 可是真正我失去的東西是 我在UCSD我有好好學習的時間 就像技術的東西 我可以去做很多更多的實驗 那我可以有更多的想法 但這些東西都等到我出社會之後 再重新建立 就是等於說我沒有在畢業前 我就把這些skill set建立好 雖然畢業拿到文憑 可是我所消耗掉的是 那些資源 等於說我還是要重新回頭走過一遍 只是那個時候我已經在職場 所以在職場的這個生涯裡面 你就勢必會感覺到 別人怎麼都比你快 別人怎麼都懂這些 可是你還在這裡 所以就是有一個適應期 所以我的忠告就是真的是 在你現在可以學習的階段 老師給你的每一個任務 因為我相信聖經理就講說 權柄都是上帝賦予的 所以不要和權柄去爭奪什麼的 你不喜歡那個老師是一回事 可是那個還是上帝給的權柄 所以你就順服那個老師去做他要你做的 因為他一定有他的智慧在裡面 我覺得對於你們這樣很solid 很紮實的把每一個流程走完以後 對於你們以後出去的社會 是有直接的幫助 就是我們的心要謙卑下來 That's the key point I think 謝謝 那我們今天的採訪就到這邊 好 謝謝 謝謝